青春点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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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 And the 巴黎的 青春点点点 各位欢迎你来到 第22 你的那个马克信箱啦 是不是应该要重来一次 不用吧 自己需要重来 干嘛那么 Why so serious 干嘛啦 欢迎来到第22周的马克信箱 你一定把刚刚的头剪掉 我就现在再插 讲进来 我看你怎么剪 我就知道你这个节目很难剪 欢迎来到第22周的马克信箱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好 今天我们又要来回信了 那 首先呢 我有收到 在上礼拜 上上礼拜 有收到几个 裸照 不是啦 不是啦 性爱光碟 自己的 没有啦 一大香的喉糖 蛤 你的喉咙秀多 令人担忧 一大香 嗨 我是糖小姐 她说 哪个糖啊 糖就是 糖炒的糖 糖果的糖 糖糖震震的糖 随糖的糖 也不是随糖的糖 也不是糖那糖 是糖 诶 不是什么 糖记里的糖 我想不起来 谁姓糖 糖记里的糖 嗯哼哼哼哼 好 然后呢 她说 她说这两三年呢 听青春点点是断断续续的 这段时间换了工作 搬了家 还出了国 时间变得好少好少 然后呢 我这段时间 我还生了个孩子 蛤 出生将近四千克 是一个 好大哦 健康偏胖的男保 将近四千克就偏胖哦 大耶 那很大 快四千很大了 但我快四千二耶 因为你真的很大 你看妈妈多辛苦 妈妈太辛苦了 最后母亲节送了什么 啊 母亲节妈妈去跟母亲的妈妈过节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见到母亲呢 那不是应该先备好礼随时奉上吗 你不要打断我啦 哦 好 她说呢 两年半前换了这份工作 在一家英文杂志出版社上班 她说公司福利其实蛮烂的 薪水不高 像是莫名其妙的省东省西 例如最简单的文具用品 就像是笔啊 都是要自己买 或是各大餐饮集团赠送的 就是人家去吃饭 然后把它捂过来 再来A过来 影印机常常卡纸 杂志页出版社影印机卡纸 这不是蛮恐怖的事情吗 好不OK哦 哦 但是没差 因为他们印刷的杂志 是送给那个印刷厂 所以也不是自己影印机弄的 你是一个很需要这些资料处理的 怎么会一个影印机这样子 电脑跑很慢 这个无法忍受 你是在我们电台上班啊 最大的优点是 上班蛮轻松 真的是在飞的电台 好 然后压力跟一般公司比起来没有什么压力 然后可以准时下班 他这一家公司啊 我当时退伍的时候 你有去面试哦 没有面试 我有丢104 但是他从来没有联络我 对啊 假的 他说他在这边认识了他的老公 他是公司的业务 业务跟会计 谱出了一段恋曲 结了婚生了小孩 然后我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了 baby现在快要三个月了哦 每天就是挤奶挤奶 再喂奶喂奶 然后呢 再洗奶瓶洗奶瓶 无限回圈 真的不开玩笑 超级累 小朋友一天六餐 每四个小时喂一次 然后一次要喂半个小时 然后呢 还要抓时间再挤半个小时的奶 我觉得我这个人都要被抽干了啊 睡也睡不饱 断断续续的睡 已经没有办法呢 过那种滑手机滑到爽的日子了 但是呢 老公还是可以边滑手机滑到爽 我超想避了他 讲老公坏话 我大概可以写六张满满的 但是我还是很爱他啦 早上呢六点 奶胀的就受不了自动醒来 上班呢 根本就没有 不需要闹钟 睡眼轻松的拿着那个挤奶器 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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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挤完之后还可以小睡一下到八点 再出门上班 其实一开始呢 我以为我会撑不下去 结果每天这样睡眠不足 也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而且呢 我相信我还会持续下去 這就是媽媽的決心 毅力 媽媽的偉大 誰也打不倒 昨天天氣超好 帶了兒子出去散步 誰打電話給我啊 誰打給你 我接 你怎麼會有朋友 欸 喂 嗨 你好 誰 嗨 你好 嗨 我是 男主持人又要去賺錢了 他最近Case好多 大家 你聽台灣之星也是他 然後你聽那個MTV台都是他 然後你聽那個什麼涼麵的也都是他 然後你坐計程車什麼 聽到那個廣告什麼 Speria的那個也是他 全部都是他 很誇張耶 下禮拜二可以 三次沒有辦法 對對對 跟他預約的那個女生的聲音 聽起來蠻可愛的 哇 賺錢了 還沒賺到 人家只是保留而已啦 而且 而且你知道你剛在旁邊吵吵吵吵吵 我就想要回你話 後來想說不行 我一回你話 他可能會以為我在跟他講話 好像我最近在看那個 芝加哥打字機的那個劇情一樣 芝加哥打字機到底在講什麼啊 一台打字機是會讓你穿越時空嗎 不是 一群人他們就穿越時空 他們都有前世的記憶 然後這一群人呢 包括了幾個就是文壇的作家 然後還有超級迷媚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呢就是幽靈 就大家都看不到他 這個世界上可能只有 劇情到目前為止 可能只有三四個人看得到他 然後所以其中那個作家 其實他一直附在打字機身上 然後因為那個打字機後來被賣到了芝加哥去 然後當這個很紅很紅的作家呢 到芝加哥去辦簽書會的時候 剛好遇到了他 然後這個打字機就說 喂 請顧 然後就跟他講話 打字機發出聲音嗎 他會這樣塔塔塔塔 沒有他不是打出去 他就像剛剛這樣 嘿 請顧 講話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呢作家又覺得天啊 他是不是睡太少 他咻笑趕快就是逃回家 這樣子 可是後來呢那個打字機他聽到了韓文 他知道 因為他本來一直在芝加哥嘛 他就覺得天啊就是好煩喔 就是為什麼他 又被賣到這邊來 對對對 然後聽到韓文 然後又遇到這個人 然後其實這個人他們就是在前世是 緊密很關 關係很緊密的好朋友 哦 對 所以他就費盡千辛萬苦 但他們沒有前世的記憶 呃 都只有一點點 很片段很片段一點點 然後慢慢慢慢就是 因為我一直在敘述這個故事 然後 呃 我那個那些記憶就一直回來 一直回來 哦 還沒演完 還沒演完 但就是到後半 後半 中後的時候開始超展開 嗯 是是開心的超展開 還是像信號最後一集那樣 呃 這種超展開呢 就像你看晉級的巨人 後來發現 靠大家都都是巨人 那種感覺 那我明白了 嗯 好 剛剛講到什麼 剛剛回信回到一半啊 他當媽媽 他很厲害 好 然後呢 他說 昨天天氣超好的 帶兒子出去散散步 但是推車放在保母家 呃 我覺得 待在家實在是 太 累 煩 嗯 太浪費這個好天氣了 我猜 因為之後呢 有點有點亂 所以他就直接呢 徒手把一個八公斤的小孩 呃 就是 牽去散步 也不是牽去啦 就是 扛著 對 抱去散步 一路上遇到什麼鄰居啊 路人都驚呼說 哦 好可愛哦 鄰居是從事哪個行業 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為什麼 怎麼了 你剛剛那個 這個口音 這個打招呼的方式 哦 好可愛哦 幾個月啦 哦 好小哦 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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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媽的呢 真的是很驕傲 嘴角笑到一個不行 啊 天啊 這個真是一個好長的媽媽經啊 啊 大家看到小孩第一個直覺 都會說很可愛啊 呃 因為看到不可愛的 你就不會走過去跟他說 哦 好可愛啊 哇 講得好大哦 好的 那感謝唐小姐還有你的一箱喉糖 我之後會分批帶來電台 呃 請同事吃 這樣子 親愛的馬克跟瑪莉 最近在聽2014年的錄音檔 剛好聽到一集是 就是瑪莉剛發現青春愛消遣的時候 時間飛速再過 夏天又到了 想到我就覺得心煩 因為我討厭這個容易濕的季節 嗯 還有 我有一雙醜到爆的腿 他畫了他的腿 我想他最煩的就是 就是他大腿前面凸一塊 就有人大腿前側那個肌肉 蠻發達的 嗯 所以他都沒有辦法穿短褲 只能靠神奇的長裙 這個暑假要去西藏 馬克馬力會想去西藏嗎 有機會的話當然想啊 念到這封信的時候 不知道五月了美 有點不知所言 反正呢 最近在設計飾品 搞得我們全班一個頭兩個大 完全沒想法 我好想設計一副耳環 是蟑螂送給老師 你可以真的做出來啊 就可以吧 做蟑螂 對啊 他說他忘了潮吹餅乾是什麼梗啊 白痴公主去複習一下就可以了 這個聽說叫做古巨雞 他的雞是雞肉的雞 好 第二張信指他說 又是一個敢作業的不眠夜 今天搭配錄音檔是多年前六個小時的颱風家常版 我有一門課叫做廣告創意與行銷 要參加金毒獎比賽 有點像廣告比賽 其中有個項目是廣播廣告類的 老師呢是找了小眼先生來演講 我聽完心跳飆到180 因為真的太有趣了 小眼先生還有提到馬克喔 然後還當場示範很多聲音給我們聽 Amazing 我聽到耳朵都高潮了 天啊我不知道小眼先生是誰耶 小眼先生也是一個配音員 然後可是他我覺得他除了配音之外 他更有才華的地方是他會作曲 嗯 他好像是念就是什麼 是那個音樂老師嗎 就是分數要不要高 欸怎麼又 各位你看他還說 他還說他賺的不夠多 他也是 我們錄到現在 請問什麼時候 也不過才十幾分鐘 他就接到兩個case了 還在那邊說自己賺很長 他一個case 就要收大概一萬五 兩個case就賺了三萬 我確定一下 真的賺很大 是告訴我們 做一件事情要持之以恆 雖然他配音工作一開始 沒什麼工作 但你現在 他也站到了一個位置 可以說是老屁股了 你看case就是源源不絕的來 你可以 可以啊你傳line給我就好 下午三點就不行 謝謝 好掰掰 配文音再來電台 台灣電台再取配音 amazing 你翻 你說小眼先生 怎樣更有才華的地方是在 就是他會做廣告音樂廣告配樂啊 然後他自己做自己播嗎 然後他自己也有一個錄音室 所以他他接的case 他除了就是可以接配音之外 他也可以幫你做 對他也可以做音效 也可以做配樂 哇 他說我們有一堂課要畫貼圖 然後他們這一組的貼圖叫做 菇人 香菇的菇 大概是講這樣 就是上面有個香菇 下面有個很像變形蟲的東西 拉出去等等之類的 希望會有市場囉 愛你們 文 哈 這封信呢來自於 歪歪 青春點點點的新聽眾 從小到大我接觸的廣播節目不多啊 小時候聽過爸爸車上的愛樂電台 高中聽表姐車上的 Top40流行音樂 以及最近自己工作後 上下班聽的新聞政論節目 都是在車上 我家貌似從來沒有出現過收音機 我進公司兩年多了 一直不太開心 尤其最近不開心 我的上司 有時並不是個有條有理的人 我們馬克信箱什麼時候會出現 就是 我從來沒有聽過廣播 我是在YouTube上面 聽到馬克信箱才寫信來的 不知道這一個人怎麼會出現 還要等一陣子喔 對啊 好上司 是一個沒有條理的人 曾經按他的要求 花上兩三個小時翻文件庫 找尋不存在的文件 哈哈哈哈哈哈 也曾經被他控訴 我將工程草圖弄不見了 事後我想想 那個圖也是不存在 搞得所有同事 都不敢安心的把圖借我 我大學天真的以為 土木工程師能改善環境 實在跟我現在做的 土地開發是十萬八千里 人生的目標也模糊了 找不到方向 大概就是 Quarter life crisis Quarter life crisis 怎麼那麼難唸 這個 quarter life crisis quarter life crisis quarter life crisis 就是中年危機是 mid life crisis 然后quarter life crisis是什麼 crisis危機啊 哦 嗯 嗯 你剛剛想要造句的意思是 我不是 crisis 聽起來很像複數 crisis B加了S,它是負數,可是它不是,它是一個單字 是,它是一個單字 好啦,都沒耐性啊 我沒有沒耐性,我想要快速的進入就是今天的信件 那天上班,我在Facebook看見兩個網友不約兒童 轉發了吳仲強的Live直播 緬懷了青春鼎鼎鼎鼎這個節目 我就很好奇的跟著直播聽了一陣子 瑪莉說,有人在回應裡說 這是什麼節目啊,沒內容 其實當時我和那個留言的網友想的一樣 於是呢,我只聽了幾分鐘 但是其他的網友的回應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開始查詢起這個節目 然後讀著維基百科 上面內容蠻有趣的 有許多無法想像電台內會發生的事情 我想起好多好多年前 曾經有一個男生用雅虎及時通對我說 你有沒有聽飛碟電台 我在聽青春典典典裡 我在青春典典裡幫你點了一首歌 家裡沒有收音機的我 就以呵呵帶過了這個話題 電腦換了這麼多台 他幫我點歌的具體時間也不可考了 於是我開始了我上班 聽青春典典典的錄音檔人生 上班聽錄音檔 週末聽馬克信箱YouTube 所以他是最後一集才開始聽的喔? 對! 怎麼那麼密啊? 目前已經從3月底聽到5月中了 哇靠!好快喔! 他從2012的3月底聽到5月中了 聽錄音檔時總會有一種 總會有一種時空挫折的感覺 我聽著2012的時事 2012的新歌主打 2012的流行話題 拔下耳機後發覺 那都是5年前的事情了 不管怎麼說 現在聽錄音檔 都是我每天上班最開心的時刻了 連帶的 我下班後心情也變好了呢 哇喔! 為3的缺點大概是 1.有時無法專心上班 2.上班要憋笑 還有3.同事和我說話時 我總是塞著耳機 常常沒有聽到他們的話 感覺離同事越來越疏遠了 祝福暢銷作家瑪莉能夠多出幾本書 祝福YouTuber馬克點閱率暴漲 也祝福我自己找到人生的目標 PS 暢銷作家出了什麼書 我到現在還沒搞清楚 哈哈哈哈 因為他活在那個 你是5年前的梗 哈哈哈哈 跟您報告一下 就是呢 當時暢銷作家是開玩笑的 那沒想到最後兩個人真的出了一本書 但是完全稱不上是暢銷作家 我被我自己逗得好樂啊 哈哈 哇 而且就是在青春點點 這個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愛騙聽眾 你說你騙 你那時候還沒開始騙年紀吧 就是有事沒事都在騙聽眾 有那麼長騙嗎 很長 我們那時候的口號是 久愛騙你 UFO 嘿嘿嘿 好 那另外他說 如果姓李放了信封、姓紙和美金 沒有國際郵票還能收到回信嗎 什麼意思啊 因為他在國外是不是 我看一下 欸 可是你的信封 欸 USA 然後你貼了 欸有啊 他有貼了郵票啊 他貼了15塊的郵票可以寄到啊 沒有問題的啊 然後在國內還是國外 他在美國 他在美國 那那一美金呢 他沒有美金 他是不是為了未來在問的 哦 如果是未來的話 可以哦可以哦 你寄美金來 然後還可以直接贊助那個 瑪莉去美國 哈哈哈哈 多棒 我幫你轉成台幣 我貼台幣寄回給你 馬克瑪莉我是阿騎 阿騎字很可愛 這是我第一次寫信 高中的時候因為住校的關係 每個晚上在學校根本沒有娛樂 所以聽點點是最期待的事情 高中畢業後升大學沒有住校的束縛 已經八年沒有關心過你們了 很抱歉 最近呢逛YouTube發現 三月初的時候節目停播了 過去每晚在輩子裡偷聽廣播的回憶 都浮現出來了 時間過得好快 我大學都已經畢業快三年了 最近呢正在考慮要換工作 嗯 我的工作是在建築師事務所的室內設計 雖然這是我高中時自己的第一志願 可是台灣的設計業 是不是有人打給你 Line 可是台灣的設計業生態真的是開始漸漸教習我 對這個行業的熱情 作為一項專業 要耗盡自己的生活跟睡眠時間 我真的是不願意 因為我覺得不管做什麼 健康的身體是怎麼樣都換不回來的 希望聽到這封信有考慮要填任何 注意我畫兩條線 任何 設計學系的同學們 你都要好好的多想一下 因為他想告訴大家 健康大於everything 而且工時長 薪水也不是成正比哦 你要想清楚 括號 不過我現在還沒有總轉行 扯遠了 反正謝謝馬克馬力陪我高中三年 聽到你們的聲音 YouTube上面任何存檔 感謝點友 總之聽節目就讓我覺得 我好像回到了18歲一樣 高中的時候大概是他2008年到2009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們節目剛播沒幾年的事情 他希望能把空缺的這幾年節目都補起來 所以就是也是上班的時候 然後邊聽邊上班邊上班邊笑 我會再寫進來的塞爆馬克信箱 By the way 昨天我聽到那一集是 塞爆你菊花 是在唱 What did the fuck say 那一集真的是 吵死了馬克 那真的太吵 那一集我自己聽以後我都厭惡我自己 阿不然你就燒毀那一集好了 燒毀 喔 又一個明信片了 Ciao 現在我在佛羅倫斯往米蘭的火車上 歷經九天的義大利之旅 今天就要隨著轉機畫上句號 R 這是我第一次來歐洲 覺得義大利男性的顏值都有一定的水準 義大利 連計程車司機都非常有型 真的有點不知道回台灣後怎麼面對穿 等一下 長得像扁平煮錯了嗎 他說 不知道回台灣怎麼面對穿 方頭皮鞋的男同事 應該會覺得想殺他們吧 為什麼台灣那麼多男性喜歡穿那個 你說方頭皮鞋 對 然後他們前面都會磨的灰灰的 就是他也不是 維持著一定的乾淨或發亮 他就是 髒了 男生就是比較沒有這麼注重外表 尤其台灣的男生 他是誰啊 他叫賈大衛嗎 賈大衛 衛是那個大衛王的 腿的衛 PS 他說下次再來分享這次的義大利之旅 那明信片是在威尼斯買的很美 再PS 我朋友的錢包在威尼斯被爬了 嘖嘖 真的是又美又危險的國度 那再再PS 太多你就一次把它寫完就好你一直PS幹嘛 後來在義大利根本來不及返什麼啊 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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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們在說什麼啊 快使用小豬分譯器 我生日了我好想吃蛋糕喔 想吃蛋糕你想吃什麼蛋糕呀 我想吃看起來就是很浮誇像藝術品一般的鏡面蛋糕 好啊 快上Facebook搜尋 漢客自肥甜點 請看這對 請看這對 吵 青春甜甜甜甜 還買的Takko說前一陣子我在為要不要轉職考慮中 這個工作我已經做了七八年了 好啦可能沒有算那麼的資深 可是也已經是解自備了 跟同事相處 雖然說跟幾位有些不知道該如何相處 但大致上算和睦 跟主管的關係也不會太差 就是至少不是我出錯的時候 主管會當面罵我的程度 薪水跟同年齡的比也不算差 那如果一切聽起來都還不錯 為什麼會想轉職呢 因為我已經大概七年多了 有時候想說 我除了這個之外 我還會什麼嗎 總是想嘗試新的環境 現在這份工作雖然穩定又是公務員 但是個高壓力環境 能吃到飯就要感謝 能準時下班是夢想 有時候忙碌到delay delay幾小時啊 delay兩小時下班是常態 可是呢在這個世代 可以有份穩定的工作 好像是應該要心存感激 去年前同事C 前同事C Charlie Charlie在lunch組 PO出了他部門真人的訊息 這份工作很特別 平時如果沒有生意的時候 你就在辦公室做一些行政事務 準時上下班 那如果有生意上門的時候 你就要帶著行李箱 拉著小黃高鐵去目的地 範圍可能在全台灣 同時也要聯絡許多人 要出差就對了 對 跟我的工作都是醫療業 可是類型是完全不一樣 是個很有挑戰的工作 去年呢我衝動之下我填了調職單 但在主管那一關就被擋下來了 說什麼 我們需要你 不要走 這份工作雖然有挑戰 行不走 沒有他是說很現實的是 這個缺額是契約制 所以如果你調職的話 你就不是正職的囉 而且你公務員身份會喪失喔 雖然以我的年齡要等到退休後 領退休奉是二十到三十年後的事情了 前輩們也說 如果你根本沒有想要在這個行業待一輩子 你就根本不要去想退休奉這件事情 太遙遠了 誰知道過幾年政策會不會有改變 但對我來說呢 吸引我的不是這個 是附加的比如說婚嫁 育嬰嫁等等之類的 這對即將要結婚的我來說 非常的重要 而且這份工作呢 享有美胎可請兩年育嬰假 光是這點我就很難離開 除了這個 男朋友也提醒我 如果未來我真的提 真的是要換到新工作 需要隨時出差 甚至半夜也要出差的話 你的寶寶怎麼辦 老實說 聽到這個我有點生氣 想說怎麼辦 你顧啊 為什麼男人可以因為工作加班 出差理所當然 女人遇到這個情況就會被問說 小孩怎麼辦 你老公怎麼辦 當下我就把不滿的情緒告訴我男朋友 他也解釋著說 結婚後 他換的工作是需要常常加班出差的 他沒有辦法隨時陪小孩 就只能靠你照顧啦 冷靜後想想 好啦 當初討論到結婚時 男朋友說 由於現在公司的股價正在不斷跌落當中 他覺得沒有前景了 公司也很久沒調薪了 所以他考慮換工作 只是科技業如果要個好薪水 大部分不是你要瘋狂加班 就是要常常出差 爆肝 所以家裡就只能靠媽媽打理囉 這樣我就不能自私的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畢竟已經不是一人保全家保 你要顧慮到整個家庭 所以最後呢 我就跟我同事Charlie表達我的難處了 好 那他應該就是不去的意思吧 謝謝馬克瑪莉聽我的碎碎唸 寫信真的是很奇妙的事情 好像寫信就會讓自己靜下來 檢視內心的想法 That's right 但有時候很奇怪 寫著寫著就寫到另外一邊去了 好像完全沒有連續性可言 因為就是人的腦子思緒都很亂啊 除非你有先訂好大綱 然後你照著那樣寫 好 他說希望他能夠持續在放假時寫信給我們 感謝你 Taco 你好幼稚喔 你幾歲 對歡迎回來馬克性下午 我是瑪莉 嗨我是馬克 拿來 喔好 這一封信呢 來自於拖延了一周的大頭 他一直在想說 到底能和大家分享些什麼事情 但是我現在就只是一個 我一到五都宅在家 思考下一個工作 每天追劇的人 欸等一下 老實說我覺得你每天追劇 就是沒有在思考你下一個工作要幹嘛 對可是 可是他說他一到五都宅在家 那就是六日他都跑出去玩嗎 因為他朋友都在上班啊 所以他還是六日才能出去玩 那覺得你生活過得蠻豐富的耶 沒有啊 他就覺得沒有工作不太穩定這樣 想問你們有沒有推薦的劇 居然不是 最近有沒有知道什麼什麼工作這樣 芝加哥打字機 我最近開始看那個 之前大壽好評的 什麼 東京女子圖鑑 覺得 比起東京白日夢女 好多了 最近最近 我又重新開始 不是重新開始 看熊瑤嗎 怎麼可能 水雲間啊 那個真的是 景超Fan 算了不要講一些不好的話 我最近 我最近開始看Netflix的原創影集 他來到第二季 就是Sense8 超感八人組 超感獵殺 非常好看 有八個人 對啊 他的主角有八個人 然後是有超能力嗎 他們 他們 這個要怎麼講 你在第一季的一開始的前幾集 你會覺得 哇這到底在幹嘛啊 就是畫面好亂跟好碎喔 但是因為他 他要講的這個故事就是有八個人 然後這八個人分別在這個世界的 各個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韓國的首爾 有一個韓國人 然後在 非洲 哪一個 奈吉利亞還是哪裡 有一個 黑人 他是一個貨車司機 客運司機 還有一個芝加哥的警察 一個 不用全講吧 反正八個人在世界各地 世界各地 有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種族 不一樣的膚色 不一樣的性別 不一樣的性別認同 不一樣的性傾向 不一樣的專長 反正八個很多截然不同的人 對對對 可是他們卻可以彼此感覺到彼此 你說 我一個人可以感覺到其他七個人 還是當中我有感覺到他跟他 他有感覺到他跟他這樣子 呃 鼻子的連結還 一開始會覺得很亂的時候 你就是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有的時候 呃 我想想看 譬如說 好 譬如說假設今天你驚痛好了 然後我 嗯 現在我好像在錄音 我突然就覺得我的肚子好 就是我的胃跟肚子好痛悶悶的 就像是有這種那個連結的感覺 他心裡悲傷他也感受到 對心裡悲傷也會感受到 心裡快樂也會感受到 就有時候譬如說我在開車 可是我不由自主 為什麼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突然覺得很想哭 好煩喔 對然後 呃可是他的那個連結 又不是像我剛剛講的那種 只是很很 就是單純的情緒連結 他常常是 他會把他 呃放在 譬如說德國的這個人 他發生某一件事情 他在人生當中做一個 很重要的決定的時候 他的那個感受 剛好是在 呃 呃墨西哥的這一個演員 他也在做差不多類似的事情 嗯 然後 這個事情就兩邊 這個事情是可以聯想 然後他們有 差不多相同的感受 然後他們有共感 好難寫劇本喔 超級難寫的劇本 而且這一 這一 這一個劇本 會一直讓我哭 因為它裡面觸動了你心靈深處 是真的很深很深 那個那種 那他們知道 他們有感應到別人的情緒嗎 當然知道啊 當然知道 他們怎麼發現 從第三四季後 呃 第三四集之後 他就開始 這個 這個你就慢慢開始有 知道這部戲到底在幹什麼 就是 不會覺得他跳來跳去 覺得喔原來他們是有某種 會不會入這部戲很深的人 然後他本身又是個情緒很不穩定的人 他就會覺得 那不是他的情緒 這就是他的故事 有可能 都是別人在影響我 有可能 然後就真的咪笑了 呃有可能 哦 你是不是有閃過這個想法過 呃 這個我等一下跟你說好了 但這部戲 然後 我剛剛說就是對那個 心靈深處的那個觸動真的很多 甚至就是他的音樂搭配很好 畫面很美 呃 是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這個家族是 出了什麼問題 就是華卓斯基兄弟 嗯 你知道嗎 就駭客任務的那個編導 嗯嗯嗯 的妹妹 嗯做的 哦 對 然後 所以我覺得天啊好天才喔 這這 這一切都好天才 呃 還有 剛剛想要說什麼 哦 還有說到畫面美的這一這一邊 因為他有很多那個共感的東西 是有很多 雜交畫面 嗯 對 因為很多那種性愛場景 然後可能有同志的 有跟 跟不認識的人的 有約炮的 然後有跟就是 馬的 女朋友 還沒有到這麼hardcore 沒有 沒有這麼誇張 沒有 然後 因為他們會共感 所以就會有一些 到比較後期的話 有一些劇情是 他們八個人 然後再加上他們 同時高潮 彼此的伴侶 彼此私磨的那種感覺 那看了真的是 肉欲到幾點 你有喜歡到還寫信給Netflix說 我真的太喜歡你們這一部喔這樣 嗯 欸話說啊 那個Netflix的 呃 台灣公關公司 如果你真的這樣寫信的話 他們會很認真的回覆你 所以你有寫過囉 我是沒有寫 那你怎麼知道 因為那個 之前他們辦蔡國強的那個 紀錄片展的時候 我有回信 嗯 對啊 哦 所以不是為了Sense Aid 是其他的事情 好 呃 他說呢 有一天啊 我突然看到了瑪莉出現在 綜藝三國志 我一天就看了七集 太誇張了 七集是14個小時耶 對 有一集瑪莉做了很可怕的飛碟 下來的時候 瑪莉明明就猜出了 官主的眼鏡不一樣 連顏色都講對了 嗯 官主卻故意問領結 那一次喔 真的是 很氣 被整到 嗯 因為其實他應該 他有三個問題可以問 比如說他會問說 我的眼鏡哪裡不一樣 我的領帶哪裡不一樣 我的帽子哪裡不一樣 他會隨機問 嗯 領帶不一樣 黃片輝 啊鞋子不一樣 就是鞋子剛剛好像是這樣 他說好 那我要問鞋子 嗯 就是你唯一有點 支支吾吾的那一個 所以就錯了 那你有學到嗎 你說話不要說太快啊 呃 這個好像不是話不要說太快 是等人 先觀察在那個 是聽人家把話說完 嗯 我不知道 因為有時候節目很慌張 你想趕快贏 就那個情緒會 很容易淹沒你的理智 嗯 然後他就說 關主卻故意問領結 後面的魏國也只講出眼鏡 其他都沒看出來 關主就問他們眼鏡 覺得超氣的 可是瑪麗真的很認真 很強 瑪麗加油 我沒有那麼強 最近睡前在聽點友提供的 2008年2月的錄音檔 感謝點友 聽到青春班的五位同學 不知道你們還記得他們嗎 五位同學應該就是有 王令祥 泰婉娟 安格之類的吧 很想入班的小胖 最後有成功入班嗎 之後的青春班 有多少學生呢 好像就七個人吧 沒有就幾個就沒啦 十個人這樣 後面的人真的都要有才藝 才能入班嗎 不知道改變作息後的 你們身體有沒有比較好 好像也差不多啊 嗯 我覺得有欸 有比較好喔 我覺得 最後想問馬克 為什麼有時候會引用 聖經的內容 感覺有點了解教會 馬克你跟聖經很熟嗎 因為聽錄音檔 看馬克的YouTube影片 還有歐遊點點點 都有提到覺得好奇 順帶一提 瑪莉的EP好聽 大家趕快去嘛 為什麼會常常講聖經呢 我沒有常常講嘛 就偶爾會提到 他可能注意到這件事情之後 他每次看到就發現說 他又有講聖經的東西了 對可能是因為你的注意力 放在說 欸為什麼你要講聖經 所以下一次我講聖經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你看你看你看他又講了 但其實我沒有那麼常講啊 而且聖經本來 本身就是一個 很有趣的密碼這樣子 高雄的鵝 嗯 他說他是國二開始聽的 Otmike 你有帶零嗎 沒有欸 零呢 零啊零 而且你知道 這是來自於一個失業的人 給我們的錢 不好吧 要不要推我去給失業的人 你說回信就寄回去 我覺得他比較需要欸 真的欸 我要說一次 我是國二開始聽的 當時只是熬夜無聊啊 亂轉 轉個MP3 沒想到一聽就聽到大學了 最有印象的是 第一次打電話 就被馬克掛了 還有 馬克總是說 自己是38歲的大叔 我真的相信 看到真人之後 我又想到馬克自稱38 我思考了好久 好久 到現在還是想問 馬克 你真的38嗎 那你今年不就44了 啊 對 沒錯 他說 本來他跟他朋友 都看到了之前 週末千萬點點要收 他說他原本到大學之後 斷斷續續的聽 但現在要收了之後 朋友開始會回鍋 然後就說 欸 你打啦 你打啦 不是我在操動啊 星期二我打了400通 打的時候聽到聽眾說 喔 好累喔 打了100通 風終於打進來了 我聽到的時候就覺得崩潰 一直到最後一天 我都沒有成功打進來 我現在邊聽10號上傳的馬克信箱邊寫信 寫完懷念的東西之後 想到最近一些瑣事想跟你們分享 嗯 這也太過分了吧 他說 想跟你們分享一些最近的瑣事 下次再寫信說 蛤 然後我一定要說一件事情 其實我那一次打電話 我是要說我自己叫浩然的 浩是那個浩南哥的浩然 是然後的然 結果我口級就變成了 蛤 為什麼 浩然怎麼變蛤的 蛤 我的網路名稱叫做陳浩然 還是 我是蛤 喔蛤啊 蛤 我的line也是叫陳浩然 一年到時候 都有人問我說 你為什麼要叫陳浩然啊 夢浩然 這是我高中自己幫自己取的 一開始是在online的角色上面 後來很喜歡就改了 嗯 然後他就畫他的英文名字叫Gloria 然後有人 反正他的結論就是說 他不是用他的本名 用英文名字跟自己取的名字 帶給他很多討厭的麻煩 因為別人會一直問說 為什麼叫這個名字 把招式的 幹嘛不用本名 嘿嘿嘿嘿嘿嘿嘿 他會覺得說 你們這些人就是 問法可能有時候 有點不禮貌 就算你出於好奇問 那我就覺得說 那你跟我很熟嗎 你的問法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 你就當作我改名字 你就當作我本名叫這個不行嗎 奇怪了 反正至少陳浩然這個名字 是我自己用心想出來的啊 你有資格管那麼多嗎 那我覺得他後面在生氣這些事情喔 對呀 你氣什麼啊 這有什麼好氣的 你這麼妙 人家就是好奇而已嘛 原本齁 其實我這封信是想說追星的事情 那也下次再說吧 那他也不是說他叫陳皓然 他叫高雄的鵝 我是丹尼哥 首先呢 我要麻煩兩位在歐遊點點點上簽名 喔 收到以後 我會用生命保護他的 接下來 我想要從前女友說起 和她在一起的某天 我的胃 非常的不適 到了醫院後照了胃鏡 用一根目測超過一公尺的東西 插入嘴巴裡直達胃部超級可怕 醫生判斷是胃潰瘍 從以前嚇人的食量 到當時半碗飯都會吃不完 胃病 痛苦啊 而且咖啡 炸的 烤的 糯米 豆類 通通不能吃 不悔咖啡 真的會讓人崩潰啊 總之 三餐不正常 睡眠也不正常 嗯 導致當時的健康出了問題 所以根本跟女朋友無關嘛 害我白歡喜一場 對啊 以為是要講什麼甜蜜油的故事 對啊 好 工作啊 中午上班 晚上11點到家 有的時候加班 最晚是到半夜兩點才離開公司 可能工作的忙碌不小心就忽略了身邊的人吧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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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人到底是 太好戲啊 有多想要 某天 女友發了一大篇的訊息給我 內容忘得差不多了 大概是覺得我不夠愛她 不關心她 想分手 當天我帶著兩封信 一封是之前就寫好的道歉信 還有當天再寫一封新的信去等她下班 見了面後她狂哭猛哭 還一直說 都是她的錯 看到這邊就知道她劈腿了啦 後面都不需要看了 未看先猜 未看先猜 感覺不太正常 她承認了 他說曾經問我 如果有人追她 我會怎麼樣 好無聊 聽到我整個火都上來了 怎樣 等一下 如果有人追我 你會怎麼樣 推你落海啊 怎麼樣 可是我就是 我就是個性很可愛很漂亮啊 然後人家就是會喜歡我啊 我好像就是那個貼圖 是不是我貼圖就是反手賞人家一巴掌那個啪那個 來模的那個 可是你當初不是就是因為我這樣你才跟我在一起嗎 跟你的個性我管 我只是貪圖你的肉體而已 我現在已經不想要了 你已經很不OK了 你現在要先丟掉我 我問了這個問題你就要丟掉我 我已經不是一般的女生了 一般的女生聽到已經跟你吵架 我現在才跟你撒嬌喔 好啦你最可愛 為了我的肉體 那別人也是看上我的肉體啊 他也想要跟我來發啊 你問這個問題是不是 你要劈腿是不是 你是不是有人在追你 有人在追你對不對 沒有啦 我只是問問看你啦 你下班都坐他的車回家那一個 如果他叫小辰喔 我覺得這個名字真的有夠慫 我怎麼不會跟這個人在一起 小辰錯了嗎 好 然後呢 他就說 我記得呢 我就是很冷靜的說 你會跑就算我攔也攔不住 因為你夠愛我 我可能連有人在追你我都不知道 他認為我不在乎 太冷靜 應該要像偶像劇那樣 偶像劇是怎麼樣 要衝去找對方理論 你說錦濤喔 才帥 反正呢 我信交給他 唉唷 嚇 沒有 反正我信 我的信交給他 以後就離開了 剛剛這真的不是故意的耶 這件事呢 曾經和朋友討論過 如果情侶中呢 有被其他人追求 朋友給我的答案就和我一樣 就是完全無事 我認為如果啊 對方更有錢 或是更漂亮 更帥 有更多時間陪伴你 是不是在一起就條件化了 或是就沒有愛存在了呢 選擇的時候是不是也就比較條件化了呢 幾天後呢 他又LINE了我 想要挽回 我只回了說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再過幾天 他又發了IG說 有多愛男友 多想結婚 多想生小孩 這時面 這時候呢 我心裡面只有 乾 見女人 他要括號請大大聲的唸出來 立馬刪了所有通訊軟體好友 外加封鎖 兩位你不覺得他很荒唐嗎 我是真的蠻受不了這種人的 就明明你自己有問題 可是你又要戴那個風向 然後戴風向的那個手法又很 很拙劣 也是最淺的那一種 那偏偏就是下面就是會有人給他拍拍跟呼呼 就連他下面那些人都想一併處理 什麼意思啊 我聽不懂 不是啊 就像女生他如果就說 明明一開始就在那邊怨的 在那邊吵的 再歡的就是你啊 然後你又要發那個文章 好像一副詩是我做錯來怎麼樣嗎 不是啊 可是就這一個案例來說 就是女生他喜歡上別人了 然後他覺得男生都不在意他 不關心他 所以他要離開 離開了以後又發現 哎呀糟糕不行其實 這個男生其實蠻不錯的 我還是要回去 嗯 那就是你自己的問題啊 你也沒有要跟我溝通 你就自己想說我進來囉 我又出去囉 我又進來囉 我要出去囉 我要進來囉 都給你講就好啦 但世界上 啊進進出出的都是你 你還要罵就是旁邊那一個人 世界上很多人就是沒有想清楚 我最近才聽到一個朋友訴苦這件事 對啊他也是他的他的女友交往了很久 嗯 然後可是現在這個男生他可能就是沒有辦法陪他女友旁邊 嗯 然後呢就沒有想到女友去當另外一個好朋友的婚禮的伴娘 然後就跟伴郎認識了 嗯 結果呢就突然不知道為什麼很瘋狂的好像迷戀像的伴郎之類的 對然後就要 就是要分手 他沒有說要分手 他沒有說要分手 他想出玩玩看 他只是 對會一直跟這個新的男生接觸 嗯 可是呢我的朋友發現了以後就就告訴他說 你不行你不能再接觸啦 嗯 所以女生最後才想出就說好那我們就分手 嗯 對結果分手了以後呢就發現 喔這個伴郎其實也是有女朋友的 嗯 然後他發現了以後他就 呃 馬上要回家 對我想回家 然後 應該 還有一段少講了一段他不是發現馬上想回家 他是發現了以後呢那位伴郎就是本來都對他很好 嗯 然後突然態度就是180度的大轉變 嗯 然後就是吵說怎樣 我就是這樣啊你要來就來你不然也給我閃滾邊去 嗯 然後他突然發現 那是壞蛋 怎麼這樣子 本來不是對我很好很好的嗎 我們在一起聊天都好快樂好開心喔 一起出去玩等等等等之類的 那他們到底做過了沒 應該沒有 喔 應該沒有 對 然後對啊現在就是 那你同學要他願意讓他回家嗎 他願意 嗯 他願意 就那我覺得你沒有想起你就算 那你就要老老實實的說 就是 我意亂情迷 就是意識之間 我我我我把持不住自己 然後不然就是不要發文這樣 你就不要發那種只對自己有利的 喔你說在男女版 對然後讓下面的人都這樣 就在我生活陷入一團糟的時候 我決定做一件放在心中已久的事 就是單車旅行 單車旅行 不要辦法大家 好健康喔 我總共去 欸他單車旅行不是那種 你以為是我們台灣環島嗎 不是嗎 他去了中國 你是那個很長很長很長那個喔 還沒 遼國 中南半島 泰國 馬來西亞 天啊 南亞的 印度 天啊 回來後很多朋友說可以出書了 但文筆極差寫字又醜 好像扯不上邊 寫字醜跟那個沒有關係 你可以請人代名 你可以口述人幫你整理啊 反正反正 下次再和你們分享我的旅程 這樣才有寫性的動力 偷偷透露一下資訊齁 我總共呢 他花了半年耶 六個月 總共騎了一萬一千公里 天啊 對 然後他寫了總花費五位數打X 他說記得馬克說別問多少錢 所以我也不打算說 總之是一個嚇人的數字 括號 少的嚇人 聽得出來 感覺得出來耶 很厲害耶 這封信的一開始 我想要點播 各位各位打開你的另外一個音樂頻道 他想要點陳奕迅的陪你度過漫長歲月 或是讓我留在你身邊 我是匿名的人 你也可以叫我Ariana 因為那是當時瑪莉在馬克信箱幫我取的名字 或是A- A- 來了 總算 因為馬克看到信箱得知我失戀的那兩個禮拜瘦了三公斤 胸部從A變成A-之後他就開始叫我A-了 好好好這封信呢對於就是之前聽 等他等很久 對馬克信箱 然後有聽眾不管是在PTT還是在YouTube下面 只有留言說奇怪明明就是正式清潤點點還沒結束的時候 馬克信箱最後一封信是A-可是我們時間沒有回完 然後呢就說喔那之後YouTube第一集的第一封就是他了 結果到現在他來出現 這次真的來了 好 2016年11月18號我寫信到馬克信箱 當時呢內容在說A跟一個到他六歲的男同事糾纏不清的愛情 男同事之前有個穩定交往的女朋友 但某天男同事突然跟Ariana說 我跟我女朋友分手了 因為你 從這句話開始A就跟男同事開始戀人般的生活 但事實上男同事其實沒有分手 最後因為某些原因爭吵後徹底消失在A的面前三個多月 如果不記得這段沒關係 過去讓他過去 因為這封信是想要跟你們道謝 也是要更新我最新的近況 記得那個時候信件的開頭內容是說 我想要寫這封信來結束兩年多 笨笨傻傻的自己 我想透過你們的聲音你們的力量告訴自己 勸自己說 結束這段不該繼續牽扯下去的關係吧 所以11月份的時候才寫信給你們 讓自己徹底離開 跳一下話題 當時因為男同事的突然消失 初期我每天魂不守舍 根本沒辦法好好工作 所以就想說 好 那我買張機票 我年底飛出國玩個幾天吧 結果買了新航的機票 新航是什麼啊 新航 新 新加坡航空啊 可是他的心是高興的信欸 喔 步行航空 喔 喔 因為新航的飛行時段最好 五去晚回 買完機票後一個禮拜 宣布倒閉 心裡OS到一個極點 我心裡想說 我只聽說他會墜機 我不知道他會倒閉 老天人是不是故意的 新航倒閉 可是住宿我已經訂好了啊 根本沒辦法取消 一方面我自己真的很想出國 所以我硬著頭皮多花錢 就去買了其他航空 嗯哼 結果我買了另外一家航空 我也刷了卡 隔天我看到新聞說 這家航空公司因為貨倉起火 所以在西伯利亞迫降 還好沒人傷亡呢 我心裡就想說 是老天爺的暗示嗎 老天爺是不是暗示我不要出國啊 講太多了啊 可是我還是出國了 嗯 而且保險買到最高 很棒啊 好當時呢寫完信給你們 其實馬克信箱的當天 我一直遲遲不敢聽廣播 非常駝鳥的心態 拖到隔天才聽點友幫忙錄的錄音檔 當時是馬克念的信 馬克念到第二句的時候才發現 是我的信 還記得當下的心跳加速到個幾點 心臟好像要衝出身體一樣 很忐忑 很緊張 因為我又不知道你們看到我的信 念信的時候是什麼反應跟態度 嗯 就這樣 我開始跟著馬克再次讀了自己所寫的信 配合馬克迷人的聲音 馬力的打槍 我先是慢慢的落下幾滴淚 然後痛哭 最後哭到一個無法自拔 很難過喔 我記得當時聽完自己的信 我哭了一個多小時 為什麼哭得這麼嚴重 其實我自己真的也不知道 或許只是覺得那段時間的不快樂 都是自找的 其實是我自己一直在糟蹋自己 是我自己一直讓別人有機會可以傷害我自己 嗯 所以我就很心疼想說 我怎麼可以這樣對不起我自己呢 嗯 就這樣 我日日夜夜的聽錄音檔 從一開始聽我會爆哭 到 錄下幾滴淚 到現在我不哭 甚至我聽到睡著了 那封信跟馬克的聲音 馬克馬力的抱不平 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治癒自己的方式 透過信的內容不斷提醒自己 不斷的跟自己說話 所以每一次只要想到他 想到我們的曾經 我就想說 來聽錄音檔囉 因為錄音檔會提醒我自己 那些美好都是我自己的想像 哇 如果就是有那種答不行的人 不過他已經已經有很有自覺了 所以他才會醒過來 一直 嗯 對啊不然一直裝睡的人 是沒有辦法叫醒的 最近我在看泰瑞斯的《極愛人生》 讓我深深了解到 往往美麗的回憶跟完美的人 都是自己想像出來的 這本書的有一段內容我很喜歡 就是 熟悉了解的人不在眼前的時候 我們往往會賦予他們截然不同的形象 泰瑞斯不自覺的塑造一個懂他 理解他的貝娜 就是他的老公 可是一旦見到真實的老公 才發現原來都是自己的想像 泰瑞斯在火車上不斷的讓自己回想想像 甚至覺得老公會諒解會原諒他 但其實老公是一個自私 而且不會設身處地著想的人 泰瑞斯所想的一切都是自己美化出來的 讓我想到之前我聽錄音檔的時候 2016年5月4號 瑪莉說過類似的話 那天其實在訪問就聽眾Simon 當時瑪克瑪莉跟Simon 在回顧以前Colin的電話 有多好笑 但實際我們真的播錄音檔回顧的時候發現 其實沒有很好笑的 超無聊 好像還好 瑪莉就說人往往都會美化自己的回憶 有時候會想像說 好好笑好快樂 以為自己真的好快樂 但事實上快樂都是自己美化出來的 我就像是瑪莉跟莫里亞克所說的那種人 回憶不美 男同事也沒有我想像中的完美 一切都是我自己想像然後美化出來的 還記得當時信件的內容 我一直想找出 為什麼會難過呢 為什麼會迷戀這位男同事呢 我一直想找原因 馬克給我的建議是 去看李安的比利林恩的中場戰士 很多時候事情我們都想說 答案呢 為什麼呢 但其實根本不用 距離戰士跟男同事分開的時間 現在已經五個多月了 雖然我還沒去看李安導演的電影 可是我已經越來越能體會馬克所說的 不用找出答案 因為知道答案又怎麼樣呢 而且答案都在自己的心中 只是你想不想面對而已 現在的我呢 敢說我越來越好了 雖然不能說痊癒沒事 可是我越來越進步 我不再一直想過去 不再一直想到男同事的好 我把關於他 關於我們之間的照片全刪了 他的東西也都打包 風箱在角落 臉書因為怕取消好友 會被其他同事發現 你們幹嘛這樣子 對 所以我直接取消追蹤 然後把自己手機上的臉書給刪除了 甚至公式上關於他的事情 我都擱在一旁不太處理 這樣其實不太好 但火燒屁股老闆追的時候 我還是會做 我發現不去看之後 真的好很快喔 而且臉書刪除之後 我的手機網路用量變少了 也不浪費時間一直滑臉書 我也不用再猜 他是不是又去約會了 就像瑪莉說的 女生好像會有一種神秘的切割力量 我一旦切割了 我就可以慢慢的切割到底 我盡我所能的切割他的一切事物 也跟身邊比較好的同事說明了我們的關係 大家也很配合的不在我面前提到他 可是呢 因為他是同事 又在同一個老闆底下 所以我們偶爾會碰到 但機會很少 因為他是海外員工 所以就算他回台灣辦公室 幾個比較好的同事都會幫忙我 不讓我見到面 現在的我過得真的比去年快樂很多 有的時候不自覺想說 去年的我 到底在幹嘛啊 想到的每天都是眼淚 每天都過得戰戰兢兢 每天都在疑神疑鬼 好累的日子 現在的我 不用再管他是不是跟女友約會 不用管說他是不是偷偷回台灣 又不告訴我 他是不是又在騙我 我突然覺得變得很輕鬆 我知道自己還有一段路要走 雖然我走得很慢 可是我慢慢的找回自己 我又開始拿書本看書了喔 我開始會看以前我喜歡看的TED演講 開始有空就去跑步 我這次真的相信自己不會再走回頭路了 一切都要感謝馬克馬力 太棒了是喔 然後呢 我要說的是 我很慶幸我有個很喜歡的藝人 就是陳奕迅 記得Eason有一年演唱會說過 演唱會要結束了 我知道各位還不想結束 但快樂的時光總是過得特別快 我們沒有辦法讓他這樣停止 可是我們可以讓他存在回憶裡 只要低潮難過不開心 你就想想現在的心情啊 想想這場演唱會啊 想想我陳奕迅啊 會陪著你們喔 每一次呢 只要心情不好 沮喪的時候我都會聽聽陳奕迅啊 或是看他的東西 這樣起碼可以轉移我的注意力 為什麼會想要點陳奕迅的 陪你度過漫長歲月呢 也是因為我每次出國的時候 都會先選一首歌 當那一次旅程的音樂 好聰明喔 每次還要先選一首主題曲耶 這樣回國之後 我只要覺得心煩 或是我偶爾想逃避事情的話 我就會開始聽那首歌 就覺得那首歌 可以把我帶回旅行的當下 這是一個好棒的心理技巧喔 陪你度過漫長歲這首歌 就是我去年底出國的時候聽的歌曲 這些事情呢 是想告訴你們 雖然你們都說 對觀眾沒有貢獻 有時候 你們給的回饋很犀利 但是其實很有道理很有用 雖然不能說 當頭棒喝砰 可是可以在細細品味之後 悟出一定的道理 如果去年11月 我沒有寫那封信給你們的話 我相信我現在一定 還是處於鬼打牆的狀態 無法進步 因為我是一個個性很ㄍㄧㄥ 也不敢讓人家看到自己脆弱的人 可是在馬克信箱 我可以毫無保留的說出來 對我來說 根本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對 而且還被改名叫A姐 什麼東西啊 對我們來說 對我來說你們就跟Eason一樣 一直重要陪著我 我相信我會越來越快走出來的 真心的希望千萬點點可以一直下去 忘了跟你們說一個好消息 就是以前的我是一個沒有偏財運的人 就連發票200元也沒有中獎 可是這一次公司尾牙 我中了價值6000元的禮品 實在開心 我覺得是因為我斬斷了這段關係 所以老天爺獎勵我 哇 他分了50元 50元去哪了 錢呢 欸我是真的沒看到欸 你剛剛有聽到 狂狂狂的聲音嗎 還是其實因為我們之前 就打開過這封信 所以錢我應該收起來 喔 或是滾在箱子裡 要可能這樣 對對對 他說分給你們 好 他就說就這樣了 謝謝馬克馬鈴 謝謝來信的大家 還是請大家繼續支持在YouTube上面 還沒有死掉的馬克信箱喔 來信請寄到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102號25樓馬克信箱修 我們的郵遞需要是10084 我們就會在這個頻道唸出你的流行 唸出你的信喔 好的我是馬克 我是瑪莉 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掰掰